电动车这一刻起步 凌厉的instant torque 是否绝对好呢 我们电动车常用的马达 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电动车面世了十几年 最初大家对电动车是半信半疑的 直到最近这两三年 似乎那个势头就已经是势不可挡 无论你现在是不是电动车的车主 你起码都会坐过或驾驶过电动车 相对于传统油车 电动车给你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我想任何一个驾驶人或乘客都会说很安静 起步很厉害 除了这两点最明显的分别之外 其实电动车和油车有很多分别 我们试试把一些大家都感觉到很明显 又或者大家感觉到 似是而非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觉得有点不同 电动车和油车的分别 我们慢慢拆解 说一下背后的理由 首先我们说电动车的扭力 大家都说Incent Talk 起步很厉害 这些是无用之移的 油车 无论你 怎样加强性能 加多多少车 加多多少车 更加多多少车 起步那一刻 都不够电动车 原因很简单 这是马达的特性 在静止的时候 有最大的扭力 这不是马达的转力 在自然界裏面 絕大部份的力量都是這樣 譬如說 水去推水車 推倒水壩 吹動風車 或者一隻牛 馬去拉一個車 或者一個人去推一些東西 永遠都是未動的時候 那一剎那 那個力量是最大的 後來有動力機器之後 雅特發明的蒸汽機 原來蒸汽機也是一樣的 我有幸 我小時候就坐過蒸汽貨車頭 起步的時候都是吹噹 起步一下的時候 扭力原來是最大的 動了之後 扭力就會小一點 所以 馬達有這個特性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周圍的物理現象 你不覺得是很奇怪的事 反過來 反而內燃機才是一個儀數 內燃機 原來低轉的時候是沒有力量的 有一個桌速 一定要維持住一個最低的桌速 再低一點會死火 然後你想要快就要慢慢將它的轉速推高一些 轉到某個轉速的時候 才能得到最大的扭力 由於它有這樣的特性 你要用這個機器 就開始頭痛 糟了 它要快才有力量 慢就沒有力量 但是我平時停定 我不動的 它動 我不動的 它動 我不動的 但一撞起來就怎樣接合 於是有離合器 其實全部都是配合內燃機的特性 但是內燃機有八年 大家都習慣了 這些離合器 波箱 然後再進步一點的自動波 扣扣扣扣等等 這些是要來改善 或者是要來解決內燃機的缺點的設計 慢慢成為我們駕駛的樂趣的部分 說回電動車 用了馬達之後 就不用多力量 也不用波箱 因為速度等於零的時候 最好力量 直接推動就行了 其實我們都不是不習慣那樣東西的 大家坐地鐵 坐電梯 從小到大 大家都會很習慣這種力量 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一點去研究一下 電動車這一下這樣起步 凌厲的因斯坦扣 是不是絕對好呢 又或者還可不可以令到再勁一點 又或者可不可以柔和一點 這些我們再深入的研究 是可以再有些有趣一點的發現 馬達的種類 都有好幾種 我們電動車常用的馬達 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就叫做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的意思就是 馬達的定指 外面的外圈 我們就繞了一些線路 然後我們就給它一個三上電 三上電因為會周而復次地轉 就產生一個旋轉的磁場 而裡面的轉子如果有一個磁場 兩個磁場就可以產生一個力量 同時間地轉 速度也是同步 所以這種就叫同步馬達 而同步馬達我們要細分都有兩種 怎樣分法呢 就是轉子的磁場怎樣得到 有兩個方法去做的 第一很簡單 我放一些磁鐵在這裏 放一些永久磁鐵在這裏 這是一個做法 另一個做法就是 轉子是沒有磁鐵的 我給它一個線圈 然後我在外面給它電流 電流產生的磁場 可以代替磁鐵的功能 就可以跟定子磁場同步去轉動 因此同步馬達 可以分為永磁的同步馬達 另一種就是沒有磁鐵的同步馬達 另一種大類就叫做感應式馬達 又或者叫做二部馬達 定子外圈仍然是有很多綜線圈在這裏 有些交流電 產生一個旋轉的磁場 而轉子裏面既沒有磁鐵 亦都不會產生一個磁場的 它是一組線圈的 由於外圍的磁場改變 磁力線切割到轉子的線圈 令到那些線圈產生電動勢 又會產生磁鐵的磁場 於是和它相斥是推動的 大家聽不懂 整個動作其實是分幾步的 你先要給它一個動的磁場 切割到它的磁力線 它受感應 產生一個電動勢 再向你轉頭 再和你相斥 於是一定會有一個時間差的 所以為什麼這一種馬達 叫做二部馬達 又叫做感應式馬達 馬達大致就分這三種 它的好處和不好處 又會怎樣分呢 永馳馬達的磁鐵夠勁 亦都是磁場穩定 不需要給它電流 所以總體來說 效率是會高一點的 尺寸也可以做得更小一點 但當然你需要加夠這麼厲害的永久磁鐵在這裏 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無論是物料或者生產成本 其實都是會高一點的 至於沒有磁鐵的同步馬達 就簡單 它不需要磁鐵 但是因為那個鑽子 我們需要給它電流 我們需要一個碳刷 碳刷用夠了之後 它磨出來的粉末 是需要做一個定期的保養清理 這個就是沒有磁鐵的同步馬達的特性 至於感應式馬達 或者叫二部馬達 結構很簡單 生產成本也很低 但是它的效率 相對前面的兩種是差一點的 所以它需要設計 將那些餘熱 拿走 這三種馬達 互有優劣 在生產製作 成本上互有優劣 而我們鑽起來 那個感覺是怎樣的呢 永池馬達 由於那個鑽子的磁場 是從頭到尾都在 所以它那個起步的反應 是最快的 它的缺點就是 它因為太快 如果我要控制得它很精準 很溫柔 我們唯一的手段 就是控制那個 定止那個線路的頻率和電流 所以你要控制得它很精準 很溫柔 其實那個難度 又會高一點 控制線路稍為做得不夠仔細 或者駕車的人 腳頭稍為重一點 永池馬達 有些時候 就會給你一個 比較搓的感覺 而二部馬達 感應式馬達 就是剛剛相反 它 那個 雖然 在低轉的時候 最大扭力 但是它的扭力 是有少少時間才來的 於是 那個 力量 是來得猶順 無論是控制電腦 或者駕車的人 他都不需要 那麼傷腦筋 說很小心 很仔細的去控制 至於 沒有磁鐵的 同步馬達 就介乎兩者中間 因為它的轉子 是有磁場的 但是它的磁場 是通電給它才有的 所以 雖然它的結構 就複雜些 又有探測又有成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我又可以控制定止 又可以控制轉子 所以兩樣東西 加上一起控制 我是可以做到一個 好油順 我可以要力量的時候 我亦都可以 排山倒楣 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試了三架 德國 差不多同級的電動SUV Benz的EQE 就是用永磁馬達的 當時你看回我們試車片 就知道了 有一腳按下去 是很厲害的 很瘋的 Audi的Q8E Tron 我們覺得 甚至迂迴的山路 你加油修油 其實都很容易 可以做到一個好油順 不需要技術很精湛的司機 他都駕得好 即是你隨便一個新手 駕不慣電動車的 坐上去駕駛 都不會令到你搓到雲浪 而保馬IX 它就是用 沒有磁鐵的同步摩達 我們在片裏面都解釋過 它的確是做得到一個 就是要力量的時候 很凌厲的 但是我慢車的時候 精細控制也很容易做得到 這就是三者的特性 有些時候 你見到一些車廠很聰明 如果我是前後軸 都有動力的話 它很喜歡一條軸 就用永磁和摩達 另外一軸 就可以用感應式摩達 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感應式摩達 它是起步那一刻 它需要一些時間 去產生磁場 才能出力 但是如果我另外一軸 是永磁摩達 那個永磁摩達 一做事的話 另外一邊就跟著走 於是乎 就可以掠過了 要等待的時間 所以很喜歡這樣做法 就是平衡了性能 成本 以及駕駛的油順度 我們解構了電動車的 instant torque的來源 再細分了不同摩達的特性 大家就會比較容易明白 為什麼不同的電動車 你駕駛上來 感覺也有少許分別 我相信可以幫助大家 去了解不同的電動車特性 甚至乎你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你下一次駕駛電動車 又可以發掘到更加深的樂趣 駕駛電動車的朋友 如果看完我以上的內容 你有更加深刻的體會 或者有些東西 想和我們分享的話 不妨留言給我們